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次补选 投票率只有17.1% 远低于08年的立法会选举 建制派批评 投票率低 正好说明公投缺乏民意支持 呼吁泛民主派 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发起运动的公民党和社民联罩强调 50万人投票表态不容轻视 究竟数字背后呈现了什么香港当下的民情 投票的选民 他们行使他们的公民的权利 参与今次的普选投票 这个是大家都要尊重的 同样呢 没有参与投票的大多数的选民里面 有不少是认为今次的普选 是不需要的 是滥用了程序 甚至是浪费公帑 他们的意见 我们都同样是应该要重视的 梁家健辞职之前 在九龙东立法会议员 今次普选仍然在同一个选区参选 5月16号记得出来 为公道投一票 16为公道投一票 梁家健说 整个公投的意念 就是希望拿到民意的授权 向中央争取一人一票选特首 取消功能组别 尽快落实真正普选 这个法理上虽然是一个补选 但实际上在政治意义和道德层面 其实我们希望号召一个很高的道德力量 希望大家出来做一个变相公投 香港人呢 未曾很习惯 其实在西方的民主制度里面 有不少的例子 就是你如果在建制里面 是处理不了一个很具争议的问题 而当时刚刚是没有大选 或者那个地方 认为那个议题不适合去做公投 他们都是有议员辞职 而去造就一个 给选民表态的机会 最近围绕香港政治发展问题 由政团组织发起所谓五区公投运动 公然挑战基本法 完全违背了求稳定 求和谐 求发展的主流民意 很明显北京的指示就是 香港一定要冷处理 所以很多建制派的政党 明明初初蠢蠢欲动 甚至自由党 有人是印了单张 派的了 都急剎车 这个冷处理 对于整个选举气氛 当然是大打折扣 对于人员不到 达民将不到 你现在是乘不到 我们就请大家尽快投票 再投票 多数个人投票 我是梁光 请大家尽快 世事公投 世事公投 香港无法无天 香港无法无天 我们今天不会再接受 梁国雄 也是回到原来选区 对新加东参加普选 他说 早在2000年参选立法会的时候 他已经在政纲提出 要求全民攻决 一人一票 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民态国雄 民态国雄 人态国雄 人态国雄 现在的问题就是 香港的民意 长期受到这个歪曲 我们要扭转就是说 我们不能让民意长期受到歪曲 我们要有一次清楚的政治的对决 民意是要什么 我觉得其实用温望即使形容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其实我们真的很温望 自从这个五区官邮运动之外 我们有没有发动暴力的示威呢 到底我们是不是希望 动员群众去支持我们的政治纲领 还是不是 我觉得是 我们那个不可以说是一个群众运动 不可以说也是 但我们不仅是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 用一种投票的方法去做的政治运动 正当公社两党全力推动公投运动的时候 政务司司长谭英年 突然在立法会 原本要表决今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会期 向议员公布政改方案 并且呼吁议员支持 民主党一直对公投运动若即若离 另一方面 同学者民间团体组成终极普选联盟 希望打开和中央的沟通渠道 就2017、2020的政制发展 如何达致双普选进行谈判 不过对于政府原封不动 推出几乎和2005年一样的政改方案 普选联认为不可接受 于是发起游行 游行当日有3000人参加 我们认为任何的一些民意表述 其实都是说他们对普选的诉求 废除功能组别的期望 如果投票高的话 这个期望更加明确 就算不是我们觉得市民表达这个期望的话 过往很多次的民调 历次的游行已经表达了 很足够了 各位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 张楚庸在城市大学教政治学 他说自己很早就对公投运动 可以拿到民意支持不表乐观 不过香港的民主运动 走了三十几年 苦无出路 在立法会补选 他会去投票 因为他都很想尽快落实双普选 民主是什么呢 讲到最核心的那件事 又叫做政治公平 我自己看这个 所谓五区变相公投的重要性 就是它是保住一些 不同类别的活水 曼川回流 希望是可以一帮人心不死 是可以有些突破 它突不突破到我们不知道 可能事后才知道 但最少就是看到有相当一部分 哪怕只是一些少数的香港人 他们去争取民主的 那个决心是很大 他们的方式也都不是很同 在这样的意义底下 它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漫长的争取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或者是再生的力量都未定 如果香港一天没有民主 我们的民生问题 是很难得到解决 一帮大专院校同学 组成大专2012联盟 派出五个代表 参加五区补选 确保每一个区 都可以出现竞争 市民有票可投 可以用选票表达诉求 最后五一六出来的结果 无论是高或低都好 其实最重要都是要我们 真的要认真去检讨 民主运动一些模式的得与失 因为其实之前反抗贴运动到现在 其实很多市民或者民营团体 都会觉得就是 其实以往政党去牽头的一些模式 其实真的 就是未必可以很贴近到市民那个处境 所以其实可能是真的民间 就是有机地去扣连很多不同的民生 或者经济公义的问题 再去给到政党一些方向 然后集体地去对政府施加压力 我叫梁家健 打扰你不好意思 我们特意来提醒大家 星期日的出来投票 我们出来反特权握公道 请你出来投票 刘安先生 接着你 左轮币有你出来 谢谢 谢谢 反公道反特权 请大家出来投票 哈啰 哈啰先生你好 莫归星 先生你好 我是梁家健 打扰你不好意思 516请你出来投票 反对特权握公道 多谢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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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荫权不单止说不投 还很鬼鼠地告诉香港人他不投 这个其实是很荒谬的 因为这个是在政府的口中 都是一个合法的立法会补选 是很难的 我投的票其實最簡單說就是投民主的一票 無論它是補選好或者其他容易好 我自己覺得要珍惜自己手頭上的那一票 在這個選舉結果 雖然對立法會 如何表決政改方案的指示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在科學精神之下 還有我想大家所有人都要學會對這些數字謙卑自己 就不可以只看到自己喜歡看的數字 中庭耀 每次選舉都會做票站調查 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 今次補選也不例外 因為今次明顯地是公投運動驅使它整個行動 選民一定是支持公投運動 但是也是透過今次選舉 其實表達了一些意見 當然今次投票率應該會偏低 於是又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出來投票和不出來投票的人 可能又會對選舉制度有一種不同的演繹 其實有個權利去投 我覺得都應該是它投 公民就是它第二就是支持公投 總不投票是它的權利 我投票是我的權利 就是我對民主的嚮往 還有都是那句 我希望可以廢除好這個功能組別 最後一個鐘頭 民主報告 已經叫了三個月 梁家傑同大家說 普選當日,港大總共訪問了2,300多人 對於今次選民出來投票的原因 票站調查結果顯示 有一半人是基於盡公民責任 響應公投運動而投票的大概佔一成 調查又問,投票的選民 究竟支持還是反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結果顯示有近六成人反對 支持的有一成三 由於今次補選投票率低 只有六分之一合資格選民出來投票 仲庭耀說,統計數字不夠全面 我的分析就是 其實選民今次投票表達的信息不太清晰 如果你真心相信自己已經在今次 經過重返議會的過程 是贏了很多民意 而繼續去做一些可能其他選民不接受 或者不喜歡的行為 我是擔心他們會開始脫離群眾 我是信給真人 這個 這個 信給真人 我現在猜錯了 因為我猜有25%至30% 我亦都低估了這個 這個 這個 特首 和三十五度的影響 這個 低估了 這個 這個 投票率 當然 偏低 特區成立以來 不論是立法會大選 或者補選 是最低的一次 一方面低的投票率 我會覺得 政治動員 以及希望釋放這個 大的政治道德能量的做法 其實是失敗了 但是同時 香港人再重複一次 我們很堅持要有民主 我們以前投票也是這樣 那你這次要我投票 我亦都再重複那個聲音 一樣是去堅持那個聲音出來 其實在議會裏面 當然有一個 闊的光譜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如果光譜太闊的時候 尤其是建制都去到一個位置 連選舉都差不多 行杯葛的制度 如果大家都不在建制裏面 理性解決問題 而訴諸建制外 站遠一點 去互相攻擊 建制裏面 可能已經不是 言語討論的問題 這個對政治文化 對選舉制度 整個民主制度的發展 是不好的 我覺得 懷規 懷規 港大票站調查的顯示 今次多了年輕選民出來投票 18至30歲的年輕選民 今次的投票率有百分之二十四 比於08年選舉多了接近一成 而支持公投的 在這個年齡組別 比例也是最高 我相信 所謂激進 以及 比較溫和的議員發展 會越來越明顯 我自己看 基本上這個格局已經開始形成 你很難回到處 這班動員起來的年輕人 他們本身來說 失望是相當大 但出路也好事 五位辭職泛民議員 經歷普選 全數重返立法會 保住泛民陣營在議會裡面 就政改方案的二十三票否決決 不過能不能夠團結一致 仍然有待觀察 而陣營當中的四位 少數黨派的泛民議員 仍然會是政府的遊說對象 今天的方案不改變 加上 今次五一六投票的結果 我自己的分析其實都是反對 當然 我們要拿回去社工總工會談的時候 究竟那個 同事的討論 或者 我剛才都說 這個多月有沒有一些 改變 其實都是我們要考慮的 如果我們是政府現時 今天就擺出來 我們要投票 這樣 我看不到我們有甚麼原因 我們泛民 包括我自己 要通過這個方案 但我有個期望 就是說 其實是2005年的經驗之後 大家 我們現在還有大約 大約四、五個星期的時間 會真的坐下來 談談 那甚麼地方可以修改 我始終都覺得 每一個政治人 特別你現在推動香港 要達到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 除非你革命 你可以不用你其他人 我要這樣 不行就不准你走開 不行就踢開 不行就槍斃 這是革命的方法 如果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看不到 不坐在一起 我意思是 不跟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坐在一起 是可以成事的 我覺得真是 今次這個公投 整個過程當中 令到民主派類當中 有一個很深的裂痕 這些裂痕裡面 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建制派可以不斷攻擊 而另一方面就是 民主派本身自己 都有一個 隱藏著這種東西 要彌補傷口 是真的不容易 但我覺得 我的市民大眾 都是不斷的 應該要向前看 不應該不斷去看後面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真的 活了就不要阻止 不要再糾纏著 這些問題上 而希望大家 同心合力 去真是展望將來 否則 我們民主進行更加難行 我們想要發言好 但我們現在都是被動 我們等著 過去一個星期 香港的政局 信息萬變 先有 終極統選聯盟 有機會 跟中央官員 直接對話 跟著 是政府向公眾 進行全方位游說 特首曾任權 又突然邀約 五區公投運動 總發言人余若薇 就正改進行電視辯論 我們亦都看到 其實中央政府在這裡 很有部署 一選舉完 他就跟你談 這些我想他們已經有一個策略 在裡面 我希望這個契機大家要把握得好 因為這個的確是 有機會帶來很深遠變化的一個做法 如果是有長遠眼光的政治家 沒有人希望香港是會 越走越亂 或者越走越對立 如果要不要越來越對立 我們又不能夠忽視 香港真的有相當多的人 希望有真正的民主的落實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方法 用對抗意外的方式 來達至這個 現在這個機會 把握不到 就是政治家是很失敗 我是很高興 余議員接受了我的邀請 我希望可以如期舉行 有關於一個別論的細節 我可以同事和他一起會相定 好嗎 陳偉業先生 所得票數為10萬09千 接下來是衛食總司令 梁家義先生 得到8萬2千萬 梁家義先生 所得票數為603萬 陳偉業先生 所得票數為10萬 中國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災 究竟有多嚴重呢 一起來年終於位置在虹虹 虹虹虹虹 虹虹虹虹 虹虹虹虹虹 缺水之後面臨缺糧 為何水源豐富的大省如雲南 都難逃旱災呢 《坑窗集》 下星期日晚7點35分 翡翠台